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呀 可是你好像不开心了 哦 国家爷爷并没有不开心哦 只是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大雨 所以很多顾客今天都没有出门 哦 真是糟糕 我还有这么多面包没有卖出去 太糟糕了 哦 天哪 那怎么办呢 哎 没有办法了 今天只能就这样子了 不过托马斯 谢谢你过来买面包哦 照顾我的生意 哦 没事 那 国家爷爷给我一块三明治和一块吐司面包吧 好的 请稍等咯 就这样我们的国家爷爷呢 给我们的托马斯拿了一块吐司面包和一个三明治 好吃吗 托马斯 哦 国家爷爷 你做的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哦 哦 谢谢你 就这样我们的托马斯将国家爷爷做的三明治 还有这个面包吃得干干净净了 可是他看到国家爷爷这里 还摆了那么多面包没有买出去 这时候我们托马斯心想 国家爷爷 让我帮你吧 怎么了 你怎么帮我呢 我想大家并不是不爱吃国家爷爷的面包 只是因为会下雨 所以大家不会出门 这种事情就应该交给我托马斯 我一定会将面包送给大家的 哦 真的吗 是的 我一定会将面包全部卖出去的 国家爷爷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好的 那谢谢你了 托马斯 不过你一定要在下半雨之前赶回来哦 不然面包淋坏了的话也没有用了 好的 放心 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面包全部卖出去 因为国家爷爷的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了 好 就这样我们的托马斯 就将国家爷爷的这些面包全部运到他的小火车上去了 国家爷爷也帮忙哦 将这些他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面包 好 那现在我们的托马斯就出发吧 托马斯 出发咯 注意安全呀 托马斯 就这样我们的国家爷爷爷帮送着我们托马斯出发了 那我们托马斯能否顺利地将那些面包全部卖光光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托马斯来到了小狗丹尼家 然后他按上了门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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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 哦,我是来给你送早餐的了 哦,托马斯非常的开心地将这些面包拖到我们的丹尼的家门口 然后告诉丹尼说 快看,这是果酱爷爷做的面包哦 因为今天下雨,估计你没有办法去果酱爷爷那里吧 哦,是的,托马斯,非常谢谢你 那你需要什么呢 哦,我需要一个奶油蛋糕,好的 喝一块夹心汉堡,好,那给你咯 谢谢你,托马斯,多少钱呢 哦,总共是200块钱 哦,谢谢你 好,就这样我们的小狗丹尼把钱给了我们托马斯 这时候我们托马斯呢就告别了小狗丹尼 又去下一家啦 那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小狗丹尼呢拿着他的美味的面包 他的美味的早餐回家吃饭咯 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托马斯现在又去了哪一家呢 原来我们的托马斯来到了小巷艾米利的家 原来我们的艾米利离我们的丹尼的家并不是很远呢 我们托马斯一下子就到了 于是看到了艾米利正在门口 这时候我们的托马斯问艾米利说 哦,艾米利,你正在做什么 哦,我想去果酱爷爷家 可是我听天气预报说会有大暴雨 我不敢出门 可是我又好想出门,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托马斯说 别着急,我就是替果酱爷爷来送早餐了 哦,真的吗? 我可以吃到果酱爷爷做早餐? 是的,快看 这时候我们的托马斯将他的美味的食物 托给我们艾米利开哦 哦,我们的艾米利看到了这么多美味的食物 高兴坏了 哦,太开心了 这都是我最想最想吃的 这时候我们的托马斯将美味的食物呢 就送到我们艾米利的这里了 我们艾米利要了一个非常大的饭团哦 还有一个一碗面 哇,实在是太美味了 于是就这样我们的托马斯将美味的早餐 送给了我们艾米利啦 他又踏上他的送早餐的旅程啦 就这样我们的艾米利目送我们的托马斯离开 然后他也开开心心回家吃早饭咯 这时候我们的托马斯沿着轨道 来到了一家漂亮的房子这里了 哦,他停下来了 难道这一家也是喜欢吃我们果酱爷爷做的美味的丰盛的早餐的吗 这个时候我们的托马斯就按了一下门铃 叮咚叮咚,有人在吗 这时候门里面有人回答说 在啊,在啊 这时候我们的巴拉拉小磨仙出来了 他说 哦,托马斯,怎么了 哦,我是来给你们送早饭的 你们有没有吃果酱爷爷做的早餐呢 哦,是的,我们很想去吃哦 可是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大雨哦 所以我们不敢出门 是的,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送过来了 哇,美味的早饭哦 哇哦,是真的吗 当然了 就这样我们托马斯将美味的食物呢 放到了我们的小磨仙的这里给他们看 哇,真的是果酱爷爷做的漂亮的早餐呢 于是我们的 巴拉小磨仙也在我们托马斯这里买了美味的丰盛的早餐咯 就这样我们的食物已经剩下最后三样了 那我们的托马斯仍顺利的将最后这三样卖出去吗 那他现在要去哪一家呢 现在他又出发了 那我们的托马斯呢 告别了巴拉小磨仙家以后呢 经过了很多家 可是有的没有买哦 没办法 他现在还剩下三个面包没有卖掉呢 然后又开着小火车 在公园附近看一看 可是今天预报说是有会下雨 估计公园不会有人在这里玩吧 然后这个时候 一面碰来了我们的八个镇长 八个镇长还开着他的三轮摩托车呢 我们快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托马斯非常好奇 他说八个镇长你怎么在这里呢 哦 我是出来巡逻的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下大雨呢 我怕有小孩子在附近玩 那就非常的危险了 哦 镇长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非常的用心呢 这时候我们的八个镇长说 哦 托马斯 今天你也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时候托马斯说 哦 还不行了 我还有工作没有忙完 哦 你今天会有什么工作呢 哦 我要帮助果酱姨爷卖面包呢 现在还剩下一点呢 没有卖出去 这时候我们的八个镇长就过来说 哦 这是果酱爷爷做的 我也正打算去他那里买呢 刚好 那我就在你这里买吧 哦 八个镇长 难太 好了 那现在就将这个面包传卖给你吧 好的 于是我们的八个镇长就将剩下的所有的面包 还有一壶美味的牛奶买掉了 就这样我们的托马斯可以回到我们的果酱爷爷那里交叉咯 现在他可是全卖光咯 哦 太好了 谢谢八个镇长 没关系没关系 那你记得早点回去哦 好的好的 镇长你也要注意安全咯 好像暴风雨就要来了 是的 我现在就要出发咯 好 我们的八个镇长就带着他的美味早饭呢 准备要回去了 我们的托马斯呢 也要回到果酱爷爷那里去复命咯 出发 我们的八个镇长出发 我们的 托马斯也要出发咯 就在我们果酱爷爷非常着急的等待中呢 我们的托马斯开着他的小火车过来了 他听到了我们果酱爷爷的店门口说 果酱爷爷 我今天已经训你的完成任务咯 哦 谢谢你 托马斯 然后我们托马斯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 然后受到了我们果酱爷爷的夸奖 然后把今天赚的钱给了我们果酱爷爷哦 果酱爷爷夸了我们托马斯说 托马斯 真是太谢谢你了 因为小镇有你 所以我们的小镇才会这么开心快乐哦 哦 那是吗 那这是我受到的最好的表扬了 就这样我们的果酱爷爷呢 谢谢了我们托马斯 我们托马斯呢 也非常的开心 等我们的果酱爷爷 说再见了 好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托马斯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好了 现在就要和这么棒的托马斯说再见咯 今天我们的托马斯也要回去好好休息了 暴风雨就要来咯 小朋友们 下雨之前一定要乖乖待在家里哦 再见 托马斯出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